那等一下小弟會站在旁邊按那個按計時器 那五分鐘之後你就可以看到我把人家趕下去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我把人家趕下去的話可以進行期待 那我們現在就來先歡迎第一位長綱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長綱在哪邊 來 教育你喔 那我要開始按 因為G01用三分鐘 所以五分鐘好像突然變得有點長 應該用到三分鐘說 代表很多NGO說一下說 今年的選舉可能是因為勝負有人覺得很懸殊 所以其實到現在很遺憾 還是沒有太多政策上討論 那有人大概知道我說 每兩個月可能跟不同的NGO聯合台灣的維基 中華民國維基協會一起在辦議題的工作法 所以其實從八月開始聯合了 包括勞政、農政、醫勞盟、社會住宅聯盟、393公民平台等等 每個議題的NGO 針對土地、財政、勞動、農業、醫療等等 其實是有聯合起來 是希望說 在這一次能夠有更多聯合的政策提議 或者是對總統的政見的檢視 那這一次會很謝謝說 齊摩剛好願意用他們來推一個他們的力量 他們的平台來推 而公視的陳信聰大哥也願意響應 所以這會是一個網路跨電視的一個聯合NGO提供 當然目前的時程應該會在10月左右上限 所以應該到時候都會公布在聚靈畢跟相關的社群裡 所以還是會希望說 當然希望它一次一次民主的進步的時候 特別是NGO 因為通常有時候NGO就是整個國家進步的象徵 它才有機會使很多非市場或非經濟的議題 有機會被提出 被形塑成政見跟促使社會整個的進步 所以當然我想這邊很多都是關心社會議題的 的資訊界成員以及其他的參與者 所以大家希望說 在這個聯合的NGO的議題上 我相信它盡量也會是用開源的方式 或開放指導的方式 那當然會希望更多人能夠去做出更多的創意 或把它形成一個生態圈 或至少把它傳播出去 謝謝大家